中老年早于这一时间晨练,根本不是锻炼,而是玩命。 大家好,我是健康一点林小编Uber,今天要来说,说关于中老年早于这一时间晨练,根本不是锻炼,而是玩命。 分享出去让长辈知道,的是,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在现在这个社会中,可能很多人都特别习惯性地早上去跑步,而且很多人都是习惯性地在天黑还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就跑,可是大家知道吗? 如果是过早地去锻炼,那么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助非常大的危害的,那么现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吧。 我们知道,养生的方式有诸多,其中有两点是关键的,就是饮食及运动,运动可分为健身、游泳、瑜伽等,这些运动不但可以塑造身形,对身体健康方面也是有诸多影响。 随住生活节奏的加快,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运动,一般会选择早上或者晚上进行运动,但多数人比较习惯在早上进行锻炼。 选择不同的时间端锻炼,给身体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。 诸多人认为早上锻炼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,所以,多数人会选择早上五点多进行晨跑,选择的地点一般是树木比较多的地方。 因为他们认为树木比较多的地方,其空气也是新鲜的,没有被污染,其实这些观念是有误的。 自古以来,锻炼身体是人们强身健体的方式,而多数人喜欢一大早就开始锻炼。 因为他们认为,越早锻炼空气就会越好。 另外,人们普遍喜欢在草坪、树林、花丛等有绿色植物生长的地方进行晨炼,其实在这个时间端运动对身体反而有害。 因为空气污染物在早晨六点前最不易扩散,此时常是污染的高峰期。 而且,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,植物没有进行光合作用,所以周围空气中的新鲜氧气是较少的,相反倒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,这对人体健康显然是不利。 所以,晨炼的时间不宜早于六点。 一,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 随主年龄的增大,多数人亦患上高血压等疾病,又这类疾病的人群是不能在清晨进行锻炼的。 因为清晨的血压是很多人一天中最高的时段,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。 所以,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群最好换个时间段进行身体锻炼。 二,易造成低血糖。 人们一般在早上运动的时候是空腹进行的,在锻炼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血糖,这对于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来说,易造成低血糖昏迷。 三,易使人熊闷及缺氧。 虽说很多人认为运动会对自身健康起到促进的作用,但过早的锻炼却给人带来诸多影响,胸闷缺氧就是如此。 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一天中空气质量最差的阶段。 如果天气非常热或湿度很大时,树林密集的地方通风不凉,人不运动都会感到别人缺氧。 所以,小编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进行锻炼,对身体无益处。 什么时候锻炼最佳? 人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,以至于身体健康不断受到影响,自身锻炼的时间最好是在下午及傍晚进行。 人体体力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受机体生物中的控制,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。 比如,身体吸收氧气量的最低点在下午6点。 心脏调动和血压的调节在下午5点到6点之间最平衡,而身体嗅觉、触觉、视觉等也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最敏感。 因此,综合来看傍晚锻炼效果比较好。 锻炼时需要注意什么? 一,选择熟悉的路锻炼。 有些人喜欢去不熟悉的地方进行锻炼,这不但可以给自身带来刺激的感觉,还可以带来新鲜感,但这种方式不可取。 因为选择不熟悉的地方运动很有可能导致迷路,对自身的安全会造成诸多隐患。 二,不要边听歌边运动。 无论是在电视剧里看别人运动,还是在现实生活中,都会遇见这样现象,就是很多喜欢边听歌边运动。 如果是在白天运动,不会带来较多的危险,但如果是在晚上则带来的危害诸多。 晚上跑步与白天相比有一定危险性,跑步者的视线在夜间已经受到了影响,因此最好保持其他感官,特别是听觉的完全面对性。 所以,小编建议最好改掉边听歌边运动的习惯,以免出现意外。 大家知道运动是自古以来较受欢迎的养生方式,但人们对于在什么时候运动最好,在运动时应该注意什么有较多的误区。 在以上的内容里,小编都为大家一一讲解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 虽说早上运动的好处也是有很多,但最好不要总是选择树木比较多的地方进行锻炼,其实在家中也是可以锻炼的。 其实在生活中的我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,我们大家在晨跑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,尽量的,不要洗特别的澡,而且应该选择一些好的环境去跑步才可以,过早的锻炼,可以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呢。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Uber小编在健康1.0分享的健康生活文章很好呢?想看更多好人,或是喜欢健康1.0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拒绝黑心,为健康把关并分享这篇中老年早于这一时间沉练,根本不是锻炼,而是玩命。 分享出去让长辈知道,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。